浪姐一公马上就要播出了 期待不已 有些姐姐有的也发了自己的日常练习照片 看看他们状态如何 这照片稀微真的白到发光 不仅脸上全身都白 女明星果然不一样 她也变得娇小了些 可能是太瘦了 锁骨清晰可见 苗苗看起来好呆萌啊 小小一只 太可爱了 刘欣对她是真的温柔 教她唱歌大姐大 全身照更是完美身材 运动服在她身上也显得格外好看 也开始从性感女神走可爱路线了 她身材比起拿着瘦骨鳞巡来说 真的好看很多 丰满一些 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和大家的合照中 这个翘屯绝了 不愧是练过的人 陈丽君这个姿势就很不一般 戏曲的感觉立马就来了 韩盈盈的脸其实还挺特别的 但毕竟是跨界 所以仍需努力 他们这一组没有一个实力派 所以没有能够教她的人 实惨 李希瑞唱功方面确实要加强 这个姐姐也很努力啊 柳妍这一组 三代一 就她一个不会唱歌 实在是为难她 三个老师 一个学生 这个待遇无敌了 陈浩宇教她 三个评委 柳妍直呼太挑剔 你还想看谁的舞台 浪杰舞里的蔡文静 本身性格很好的她 和所有姐姐都能聊得很开心 有港幽幽默 果然是你好 星期六去的次数多了 综艺感真的直接拉满 而比起性格的优势 蔡文静的身材 也叫人过目难忘 她穿着一件宫廷礼服上场 表演到一半 礼服一脱 露出了里面 露幅度更高的拉丁吊带 画面里 蔡文静的手臂线条纤细修长 还有着明显的肌肉线条 短裙下两条修长的漫画腿 简直比利逆天 姐姐在唱什么我已经听不到了 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好身材 张乙希为这次的古风歌舞 《红昭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之前有人说她跳舞很不协调 她表示不服气 我就多练 只要我愿意去做 就会有改善 我也是时候为我自己的人生舞台 努力一次 我要展现最好的自己 果然这次的出舞台很成功 蔡苗的身材 加上中国传统服饰 一贫一笑间尽显优雅 在浪杰舞上线之前 苗苗的荧幕形象其实更邻家一些 她为了婚姻和家庭 放弃了自己事业上的发展 何正凯出现在综艺节目上 也常常是体贴小女人的模样 但这次 苗苗在《浪杰舞》里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打底裤 重现了芳华中的经典舞台 随着音乐的节奏 苗苗的舞蹈动作轻柔舒展 画面里的她就像一朵随风飘落的茉莉花 美好破碎 让人忍不住陷入舞蹈所呈现的氛围中 如今的苗苗先成家后立业 独立女性的人室友了 作为来自国外的明星 麦在《浪杰舞》这样的节目中 一定会因为语言的问题受阻 但是美是客观的 即便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 麦的才华 美貌 还是成功征服了观众 初舞台上 麦穿着一身红色的抹胸长裙 搭配紧贴头皮的发型 却艳丽十足 美得好像一朵生开的玫瑰 画面里 她的头肩比堪比国际超模 小头搭配漂亮的肩颈线 一下就把优雅的美 展现到淋漓尽致 尤其是她随着的节奏 轻轻舞动的时候 即使是夸张厚重的大裙摆 都挡不住她的轻盈和活泼 总而言之 这次的浪姐舞不仅聚集了一群很有话题度的姐姐 还聚集了一群身材曲线极致完美的美人 她们审美在线 身形出挑 难怪一开播 就成功吸睛 最后 你最看好哪位姐姐 觉得哪位姐姐的身材最好 夺人眼球的综艺舞台 群方正艳的明星阵容 随着浪姐新遗迹的强势回归 这场姐姐追光之旅再次点燃观众热情 本季最受瞩目的当属分组环节 姐姐们在此一决高下 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 谁能抱大腿谁就有力 本文就让我们一一解析各路姐姐军团的实力 看看究竟哪个组合最值得期待 开场便是七威携众多美人组成的大花旦军团 身为人气女星的七威自然是本季大热门 不仅实力强劲 人缘也是一流 她麾下云集了蔡文静 谢金燕等实力歌手 还有泰国当红天后麦 可谓是全方位的强力之士 他们或出众容貌 或唱功了得 各个都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网友们早已期待这个流量加实力的组合 能交出满意的成绩 相比之下 尚文杰领军的校园实力派更受质疑 这个队伍的主力军无疑是唱江李佳格和蔡世云 但其余成员如朱丹 李希瑞都颇有争议 按照路透 李希瑞就是第一个被淘汰的苦命姐姐 不过结合节目初期的热度来看 朱丹虽然唱功声疏 但她的主持才华和幽默感一直备受好评 还是很有看点的 珍妮可这个打酱油姐姐军腾更是让人捉摸不透 他们最大的排面就是袁亚维 一个少有的又唱又跳的全能型歌手 只不过旁边还跟了个实力有待考究的张以希 加上正妮可自己的经验老道 这一组的成绩却很难说了 至于其他几个队伍 倒也都有自己的独特看点 刘欣那一队虽无绝对主力 但各有所长且人气很高 尤其是宝藏女孩苗苗 简直就是本季最大的剪刀宝 和杰的队伍则实力较为集中 歌手辈出 相信会有不错的表现 除了这些主流阵营 玛丽领衔的国际姐妹花不斥为一股清流 由于种族和语言的差异 外国选手参赛往往都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们用淳朴的中文歌喉 却出人意料地融洽了 不管最后能走多远 至少带来了独特的国际范儿 而郭碧婷可就彻底七七惨惨七七了 最终只能在三个至上堪忧的姐姐中挣扎侨存 按理说他还是有一些演艺背景的 怎么会被如此冷落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过二代的实力是否真的像舆论所说的那样不值一审 当然 这些只是开场之时的一些初步判断 究竟哪一方会笑到最后 还需看比赛的长期发展 毕竟浪杰可是号称综艺版武林大会 比拼得不仅有才艺 更有心理素质 对于参赛姐姐来说 固然要展现自身魅力 争取人气和制高点 但也要注意团结战友 避免翻车受伤 这么说或许有点言过其实 但真要说起来 能在这样一个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对他们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经历和机遇 不论最终成绩如何 相信所有姐姐在舞台上展现的风采 都将让我们民众有所收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浪姐之所以会备受瞩目 正是因为它满足了观众 对明星私底下模样的窥探欲 我们总是很好奇那些高高在上的偶像 闲暇时会是什么样子 私下里的他们 又会否展现与舞台完全不同的一面 综艺节目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窥视渠道 通过为期数月的敬眼和相处 明星们脱下了职业的伪装 展现出更多私人的一面 毫无疑问 每个人在公众面前都会有所保留 但这种长期相处和较量 必定会让他们暴露出更多天性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总的来说 浪姐给了明星们一次突破常规的机会 这不仅是一次才艺的比拼 更是一次人品和气质的大考验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 不仅需要顽强拼搏的毅力 更需要谦逊有理 彭姐有爱的品德 相信只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历练 姐姐们才能真正锻炼出 堪称浪姐的过人素质